Ice1出生的張元英在對內時期 身為盲逆的他逆天長腿和精緻的臉蛋 以及優秀的舞台表現讓他的人氣高懼不下 在團體解散後雖然還沒有音樂方面的作品 但每拍一次新畫報就美貌升級一次 讓粉絲都超級驚嘆 而最近元英被知名美妝品牌Innisfree選為全新代言人 宣傳影片和照片一公開 青春洋溢充滿果知美的元英果真超級吸睛 不同風格的妝容和造型展現了他獨有的魅力 品牌相關人員表示元英擁有的自信態度和健康能量 與品牌價值觀一致 期待今後的廣告活動將帶給品牌新的火力 不過由於品牌上一任代言人潤兒 真正代言了11年 給大眾的印象實在是太深刻 還被封為人間Innisfree只要想到該品牌就會浮現潤兒的臉 讓許多網友看到元英的宣傳照後 指負雖然元英漂亮 但華麗感的長相總覺得和品牌的自然風形象有點不適合 照片也過於強調彩妝 讓人容易聯想到其他色彩較為強烈的品牌燈彈 不知道是不是品牌想要轉換形象 才找原因來改變一下感覺呢